青团是江南地区清明时节的传统小吃 近年来 青团成了新兴网红 走向了全国各地 随着清明节的临近 有不少店家大胆创新 推出各种奇葩口味 龙井 蛋黄 榴莲 各有酸菜鱼 烟都仙等新奇口味 挑战你对美食的想象力 面对如此多的口味选择 有不少市民表示 还是传统口味最好吃 吃那个黑芝麻的吧 我觉得甜甜的 在里面就觉得很好吃 然后外面青团的味道还蛮浓厚的 然后里面就是那种甜而不腻的 我觉得咸菜的就很难吃 咸菜肉馅的 就觉得很奇怪夹在里面 我觉得在我的想象当中 青团应该是甜的不是咸的 因为蛋黄只有那个做粽子是有的 但是近年好像做青团也有蛋黄了 所以说我感觉它激发就是 还有个黄豆的 也不怎么太好吃 青团是吃了大概有40年了吧 随便怎么样 还是老底子味道好 鲜蛋黄的还不错 跟豆沙的比起来感觉 鲜蛋黄更有小吃的感觉 然后豆沙很像甜甜 今天还有什么小龙虾馅的 做的还没尝过 不敢尝 不管你是喜欢绵密清甜的豆沙馅 还是浓郁咸香的蛋黄肉松馅 又或者是口味新奇的酸菜鱼 爆浆榴莲馅等等 总之清明时节一定要吃青团才够应景 不同地区制作青团使用的原料各有不同 有的地区习惯使用艾叶清蒿等 也有的地区用树蛆草麦柱草等 以福建地区常用的麦柱草为例 将晒干的麦柱草清洗过后放入锅中 用开水焯熟 随后将其捞起来 放凉后切碎 揉成团备用 然后在草团中加入适量糯米粉 加温开水反复揉搓成绿色面团 青团的馅料有很多种 以咸菜笋丝肉馅为例 制作方法是先将咸菜笋丝肉丝切碎 加入调味料快火翻炒后备用 包制青团时 需要将绿色面团搓成圆剂子 在中间用大拇指按出一个坑 填入喜欢的馅料后封口 做成窝头状 最后在笼屉里放上油纸 在油纸上轻轻地刷一层油 再将青团放入笼屉中 上锅蒸15至20分钟即可 蒸熟后还可以在青团表面刷上一层油 能使青团更油亮 看起来更好吃 如何制作Q弹美味的青团 你学会了吗